隨著戴爾塔變種病毒的增加 加拿大許多公司最初在勞動節打算重返辦公室的計畫 被推遲到了下一年的年初 這標誌著遠程工作將持續一段時間 這些公司包括加拿大勞倫田銀行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以及紅利金融公司 多倫多道明銀行還要求員工提供他們的疫苗接種情況 高德納研究公司8月份發布了一項調查 表示不少公司正在提供各種吸引員工重返辦公室的方法 包括提供額外的假期或者獎金等 卡爾頓大學斯普洛特商學院的教授Duxbury認為 許多公司的決策者也不再為敦促員工 提早回到辦公室上班而擔憂了 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主席凱利表示 除了健康方面的擔憂 勞動力的短缺可能會給企業帶來額外的壓力 迫使這些企業來尋求更多知識型的員工 跨省公司還面臨著更多的挑戰 因為不同地區的團隊必須應對省府之間不同的限制 公司主管擔心的問題之一 就是要求員工接種疫苗的問題 有些公司將要求進入辦公室的員工 要出示疫苗接種的證明 但他們仍然希望政府能進一步的指示 哪些公司能夠合法地執行這些政策 在於是為在下駱人工 相當的 在下駱人工 若然工任